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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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ebe 用咸蛋网做金沙虾、金沙豆腐、南瓜等等的菜菜 相信大家都有吃过或者听过 今次我会用没有腌过的鸡蛋网来做这个 金沙豆腐牛奶鸡煲 好香浓、热辣辣 有松有汤 吃了嫩粒粒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 材料有两只鸡腿肉 去皮去骨 切粒備用 用鸡胸肉也可以 红葱头2-3粒 切粒備用 鸡鸡肉 有4分1茶匙盐 少许白胡椒粉 4分1茶匙糖 1茶匙生抽 1汤匙绍酒 半汤匙生粉 半汤匙生粉 拌均匀 豆腐比较好 豆腐融合在牛奶里 好滑 好夹 豆腐轻轻用水 沖一下 然后切大件 早餐煮2只鸡蛋 吃了蛋白 留2只蛋黄 做这道菜 将蛋黄用叉碎 备用 我们现在先煎香鸡肉 开火加少许油 将鸡肉每面煎至微黄 然后蒸起备用 用同一只锅加少许油 放鸡蛋黄 拌几下 蛋黄遇到足够的油 就会起沙 我会逐少下油 避免用太多 我想总共下了大约2汤匙的油 就见到起沙了 推开些沙 将鸡肉回锅 炒两下 然后蒸起 今次用煲仔上 我用煲仔完成其余的步骤 先开火 小火 小火 加少许油 再加红葱头 和蒜粒 下豆腐 下大约1杯牛奶 或者下无糖豆浆都可以 我们盖上盖 等它滚起 放一些金沙鸡下去 摇一摇 它确保没有黏底 放一些芫荽 或葱花 再盖盖 收小火煮1-2分钟左右 等鸡肉熟透 豆腐熟透就好了 最后试味 不够咸 就下几粒盐 就OK 这个菜很简单 葱金沙牛奶鸡汤 好鲜甜 香浓 好正 鸡又好滑 豆腐又好夹 天气冻 煮这个煲 简单又暖胃 大家有机会都试一下 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意更多简易食泡分享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